Coco早餐 Today's Special Coco文创园区 好 时间是7点33分16秒 Coco文创园区的主讲人 我们的这个科技报局的总编辑 张玉宁在现场了 玉宁咋 Coco姐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好 非常谢谢你 等一下我们还要请教你 最后就要问你说 如果像蒋安这样的人 要建立法院的话 对科技界对他会有什么期待 因为大家希望科技立法 能够比较完整一点 我记得你介绍过一次 必锁是这个公司的 对 修法 这个修法的状态 那现在立法院里面 有没有这些相关的 专业的科技立委 不过你去纽约去了 三个礼拜 对 去修个长假 这是修假 对 这是修假 去纽约波士顿 去访查那些科技公司 主要是修假 不过稍微稍微看了一下 就纽约一些新的一个状况 新的苹果的旗舰店应该很夯吧 哦 我有去这个中央车站的 这个苹果的旗舰店 真的很大 然后所有人都在看 你说Central Station啊 Union Station还是 对 Grand Central Station 哦 我的妈呀 它的旗舰店现在在那里啊 对 它在那边把这个 中央车站的右半边 整个直接包下来 而且它的概念就是 它不去动这个中央车站 原本的装潢 所以就是苹果的这个服务 进驻在中央车站 那因为中央车站 其实是纽约整个 就是交通的最大的核心嘛 我们就看到非常多 不同的国籍 因为纽约就是一个 很多游客的地方 很多移民的地方 很多人就跑去那边 看这个苹果的iWatch 整片的iWatch 可是现在iWatch 根本还不能用实体买的耶 还是用网络上预购啊 对 它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行销方法呀 因为其实iWatch 它的概念是这样 它包含表带到 它的这个iWatch本身的机子 它都有不同的形式 所以它在网络上订购 它其实意思是说 你可以去订你想要的 这个组合 哦 就客制化吗 对 那因为它的这个组合 的这个键数有点多 所以它的概念 其实比较像是 就是说你订了之后 这个苹果它才把它组合起来 就是它有一点点这个概念 但我相信它们 其实已经有些storage了 因为我在这个 中央车站的现场 我的确有看到 有些人在买 就是比较初等的这个机种 哦 所以在十几天 现在台北应该还买不到 还没有 现在还没有 因为我这个很想买一只嘛 结果一问 嘿 是在美国的话 要在网络里 对 我有 我同事也 本来也拜托我 去帮他问问看 我去的时候他就说 sorry 整个全美都没有storage 对 好 这个是这个 你看到的这个 其实我觉得去纽约 这个如果早年 我们在1980 90年代去纽约 跟现在去纽约完全不一样 因为纽约的市长不一样 是 对不对 这个有一个市长 把这个纽约的治安给做好了 好 那我们今天要谈的是 什么样的这个主题呢 这个主题对我来讲有点专业呢 什么叫做take hire OK 我今天想来跟大家聊一个 就是欧巴马总统在今年三月的时候 在美国推出了一个叫这个 take hire的一个project take hire简单讲它就是科技雇佣的一个 人才的一个专案 好 英文是take就是科技的自首嘛 T-E-C-H hire就是雇佣 所以叫take hire 这个是欧巴马的 对 他推出了 所推出的 等于就是一个就业计划咯 对 他其实应该算是一个 人才的培训计划 因为其实美国 其实跟台湾一样 就是他们都面临了很严重的 这个新资停滞 然后他们更严重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软体人才的这个缺乏 那他们国内在分析 这个美国整个经济发展的 未来的这个发展趋势上面 他们会认为 就是他们这个软体人才的缺乏 会导致他们在 未来的这个经济发展的竞争力上面 会遇到很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欧巴马在今年三月的时候 就推出了这个take hire的这样一个project 那这个project比较特别的是说呢 他其实是由这个美国政府投资一亿 但他的一亿并 一亿美金 对 一亿美金的这样子的一个金额 不过他的一亿美金是 跟非常多的这个美国当地的 跟软体有关的一些企业合作 那他的合作结构是这样 就他鼓励企业 先hire一群有潜力学习 这个软体技术的人 然后你雇用他了之后呢 当然他的很多职能是 本来就是这个企业本来就需求的 有潜力学习 那他等于说 他的学经历背景要有这样的 不一定 就是说可能你可能 maybe你是记者 那你就被雇用进去之后呢 这个公司跟 透过美国政府的一些补助 或者是一些社群上面的一些合作 在这个公司里面提供跟coding 就是城市有关的这个训练可称 对那透过这个方式 他们希望可以 先在业界这边 先培养一定程度的这个软体人才 所以这些都是政府出资 政府出资 那不是跟我们现在国内 有一些什么培训中心啊 有一点点类似 其实是有点类似 不过他因为他是把这个培训 放在企业内部 所以是由企业自己决定 他需要什么样子的技能 他的人才需要什么样的 training跟技能 所以他会比较符合市场的这个需求 那他除了这个专案之外 就是美国政府他这边 他会提供一些线上课程的一些服务 就是他把很多的这个课程 放到网路上 然后他是免费的 所以呢 就是如果美国的这个 找工作的人 他如果想要学这样子的一个课程的话 他就可以透过美国政府 提供了这样子的一个 比如说camp 或者是线上的课程 就写作营的 城市写作营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他可以先学会 然后同时间又跟企业这边有一些的这个合作 所以政府是做桥梁 对 政府其实是一个桥梁的一个角色 有认证吗 没有 他们目前在这个project上 因为他还在进行当中 所以他们其实从三月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他已经有蛮多的一些企业 已经开始在合作 然后雇佣人才 那短期内 我觉得对欧巴马来说 他其实短期内会有一个增加雇佣人数的 降低失业率的这样的一个短期的一个效益 但长期来说我们目前看到 我认为 比较重要的一个影响 其实是美国社会对于这个 软体人才的讨论 像到昨天为止 我看了一下就是 包含我在纽约看到一个类似的状况 我在纽约地铁上面看到非常多的广告 他的这个广告的内容 其实就在跟大家讲说 如果你想要维持你的竞争力 因为我们知道 纽约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一个城市 如果你想要维持你的竞争力 你应该要学习很多不同的课程 那这些课程里面 我就看到很多是跟软体有关的这个课程 等于这个国家已经全面进入了 这个一个科技软体人才 对一个培育的一个气氛 全民运动了 对 那为什么 欧巴马已经做了两任了 他也快结束任期了 他应该是明年吧 对 明年的11月 第二个礼拜嘛 他们要选举 为什么这个时候才推出这个特卡尔的计划 他们其实在谈论这个软体人才的缺乏 已经谈论蛮久了 那我觉得TagKai其实是已经相对 就发展一段时间之后 筛选出来 我觉得一个更符合市场需求的 这样子的一个政策 对 那其实我觉得它有个特色 就是它其实政府投入的资源并没有非常多 其实1亿美金在美国的很多预算里 它其实不算是很多的一个资金的投入 它比较重要的 我觉得比较有影响力的是 它在这个project里头 它非常鼓励企业参与培育人才 那企业其实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困境 他们的确也需要这些软体人才 这跟我们在台湾看到的状况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昨天这个Edwards的林志成 他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这个 他预期台大自工毕业的学生 三年内起薪会破10万 那我认为他的这个预期 起薪是说台大自工系毕业的学士 一毕业之后就有10万块 只有台大自工系吗 我其实想要聊的就是说 我觉得不只是台大自工系 距离之城 我看到台大自工系 就难道只有台大吗 我觉得应该是说 人才的缺乏 台大自工系只是一个标杆 那意思就是说 现在台湾其实也是缺乏软体人才 那从欧巴马的Tekker的计划 你要从六年级生 七年级生的立场来看 2016年的总统获选人 是不是有谁能够提出一个 这个比较前瞻的 前进的一个人才训练计划 才能够跟世界的平台文和吗 对不对 那这个问题是做软体的人才 是不是真的要特殊功能 或是特异功能呢 还是一般人真的就可以学会 我们等一下再来请教育宁好吗 好我们今天在现场 为各位所请到的是 Coco文创园区的主讲人 欢迎他这个从纽约回来了 跟我们谈的就是Tekker的 这个欧巴马的这个计划 对于我们的总统获选人的政见 所这个引发的一些比较 那而且呢 我认为啊 就是说像蒋万安这样的 在科技网络创投界 大家对他还蛮有指望的 这个年轻一代的民意代表 如果他出现在立法院 那像这样一个人有没有用 可能需要好多个人 那你在Tekker Orange这个的科技报局 或说这个Buzz Orange 你们的这个接触科技界 不管是创投网路跟科技界人士 所得到的心得是 我们的科技立法是需要哪些努力 这些努力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了 出在当局这个信心不够 还是出在立法委员专业不够 我们立刻回来好吗 等一会我们就要访问蒋万安 访问蒋万安的原因 当然是因为50天他怎么样突破自己 这个选举的一个框架 而这个框架对于其他的六年级生 七年级生来讲 是不是也是一个雇物 真的非常希望 如果国民党在每一个选区都出现 像蒋万安这种专业的人 我看国民党就算是马英九 再独裁 再那个这个庸禄 再重整皇帝 恐怕国民党也不会倒啊 只是国民党自己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决心呢 立刻回来 欢迎收听coco早餐 时间是7点46分38秒 我是周玉寇 今天我们在coco文创园区里面 这个科技报局的总编辑张玉宁小姐 告诉我们呢 2016年的总统大选 究竟这个是不是从科技人才的培养 跟科技相关的立法的这个完善上面 能不能提供给我们一些相关的政策 这个让 这个应该是六七年级生 这个 所关切的一个题目 因为未来所有的创业 所有的生活都跟网络科技有关嘛 对不对 所以你说 这个林志成啊 就是AppWorks的创办人 他写了一篇文章说台大资工系毕业生 三年内起薪要破十万 是 我问你现在在台湾有资工系的 应该每一个学校都有吧 应该有一些是资工 有一些是资管 对 那我觉得 詹姆的这一篇文章 他其实点出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事实 就是说 我们现在市场在这个 软体人才的这个需求面上面 其实需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但是在供给这一端 非常的短少 那这个短少跟台湾的整个大学的这个资工 还有资管相关的科系的人 学生的人数的原额配置 比较少 那因为这个东西比较少的关系 所以未来我们可能就会 其实现在已经看到 就是市场 整个就业市场上 已经看到很多的这个软体人才 是不足的 那因为这个人才的不足 所以他才会提到就是说 因为人才不足嘛 所以你台大资工 因为相对来说台大一定是人才培训 相对我们会认为比较好的 所以他的这个薪资 他才会说有可能 五年内 接下来三年内他就会变成十万 但我今天想要跟蔻姐聊的 其实倒不是 Gemmy在谈的这个十万的这个数字 我想聊的其实是 也是在不久前 这个台大也是资工系的一位副教授 洪世浩 洪老师 他写的一篇文章 他其实就是在呼应这个 我们刚刚谈的欧巴马的这个 Tech hire的这个计划里头 在这个计划里头 洪世浩他其实提了一个问题 他说台湾很多的这个软体人才的需求 不见得一定要到台大资工或台大资管 或甚至是大学以上的这种资管科系的这个毕业生 他其实需要的可能是比较一般的这种软体训练 所以不需要专门念资工系或是资管系 但是他其实可能就是比较类似像技职体系的 这样子的一种软体人才训练 但因为台湾现在其实技职体系 其实是有一点点这个崩解的嘛 所以在这一段的人才训练上是不足的 所以洪老师他提出来的概念就是说 这个我其实是Coby他的一句话啦 他觉得这个2015年的这个大选 2016的大选最好的这个政策牛肉 其实就是提出在这个部分的 这种人才培训的一个好的政策 那刚扣姐说 这是不是六七年级生最在意的 我觉得不止六七年级生 其实八年级九年级生 也非常在意这个事情 因为他们其实是面临这个 台湾的这个失业问题 冲击最严重的一群年轻的朋友 他们在毕业的时候 可能就已经遇到这个 他念了非常多的书 也拿了研究所 可是就是没有好的工作 起薪也很低 那软体人才的这个部分的需求 一定是未来在 特别台湾像美国一样 就是我们其实是在这个科技上面 相关产业比较蓬勃的一个地方 所以如果能够在这个软体人才 这个培训的这个政策上面 赶快转向 其实对于整个国家的竞争力 或是对于就业市场 都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这个是我今天特别想要提 这个TechTech这个计划的原因 是啊 这个洪士浩教授 这个他是台大资工系的副教授 他说美国这个 依照白宫的说法 目前美国有五百万个 科技人才的这个缺额 那其中有五十万来自软体开发 跟网络的管理 使用者界面 资讯安全相关的IT产业 而且这类职位的平均薪水 比私人企业所有工作的平均薪资 高出一半 对 大概1.5倍 这个是1.5倍 那在台湾呢 我们普通像政府 这个自策会 或者说科技部 他们对于我们的科技人才 的培育方面 他们有释出什么样的一些 说明过吗 这个使我想到 现在今年就已经要 大学就要职考 那很多人就要来填志愿了 那填志愿的时候 那这个相关的政府部门 他会不会有各种不同人才 的这个鼓励措施 或者说大学的教育的 这个基本上的措施 还是说现在资工系 资管系本来就是很热门的 资工资管 其实过去大概这五年来 一直都非常热门 可是很多人都会觉得 很难去念 那数学不好的人 不可以去 因为我自己也不是念 所以我们这种人想到 就要发抖 我相信 好像不是如此 我相信 对我相信重点其实是逻辑 因为我认识很多的工程师 我觉得很多很优秀的工程师 我认为他们最强的地方 是在他们在很多逻辑判断上面 那这个逻辑 其实也是你在学 这些层次的过程当中 你本来就会被训练的 那最难的是什么 网络管理使用者介面 资讯安全相关的 这个科技产业 那软体开发 难道是 很多软体开发的 这个写程式的 这个专业人士 他们写一写就不想写了 对不对 不想写是跑去创业 或者是做管理 我觉得其实不管是软体开发 觉得无聊 可能每个人视性不同 不过我认识很多的创业者 的确都是从这个软体开发的 这个城市技术的这个背景出身的 那他们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因为对技术的了解 对产品的理解 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们对市场有更多理解之后 他们就转而去创业 那我们看到很多台大的这些 这两年创业的很多的这个同学们 他们其实有很多是资工资管 再加上其他比如说气管 或者是甚至有些是跟设计科系的同学 他们就合组一个团队 那大家分工 那我觉得这个趋势 其实你讲得很明显 对就是说资工资管 应该跟气管合组团队 因为我认识一个年轻人 他就因为他在金融 金控集团做这个资管的 软体开发资管工作 可是前面那些 金控集团的行销业务人 比方他们有罚信用卡管理 他们有很多这个市场上的需求 对不对 然后这个一出错就回来 骂你们这些这个资管的 或者说软体开发的人 他就很火大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就会觉得说 哎呦我那个弄半天 然后你们这些家伙 又不懂我后端的这些 开发上的这种限制跟需求 所以他就会觉得他的工作 好像感觉上 这个生产价值性 被这个重视性就不是那么高 因为像这一类机构 你知道我意思吗 就不是科技公司 其实最需要资管人才 是是 就像我们电台都还需要 其实我觉得科技 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我刚刚有讲到 一半就是说 美国社会现在一直在讨论 就是说这个软体人才 到底需求是要怎么样去满足 那他们现在其实认知 已经把这个coding 或者说基本的软体知识 认为那是一个通才教育 所以他们认为应该要进入高中 上小学就应该做这个 至少在高中 他们认为现在高中 就应该要这样子的 那就全面就进行一次 这个科技教育普及化的政策 不就得了 其实美国他们现在正在进行 这个部分的讨论 美国都还没有全面化 他们还没有 哇 那我们下任的总统来推 这个不就得了吗 是 所以我今天才会说 我们今天主题来谈 这个2016年 杨自良跟洪秀柱 你们两位 如果要突破那些老coco的话 你们就推出一个 我讲的是党内初选吗 你就推出一个 很棒的一些政策 这个以后上学都带iPad 当然不见得是iPad 是Pad的都可以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能够跳跃 现在的这个束缚 然后有一些 未来世界的政策 其实才是需要的 没有 而且台湾相对来说 是更有机会发展 这样的政策 因为我们的距离不远 如果连白宫 现在才有一个 Tech hire的计划 白宫现在才有一个 科技教育的 这个普及的计划 那我们如果立刻就做 那不是立刻就 马上就跟上了吗 而且我们网络普及 应该还算 我们的人才相对还更多 因为美国他们现在 在谈这个高中 要有这种普及化教育 他们最大的困难 是他们没有失职 台湾其实在 而且他们小朋友 不是数学比较不好吗 我想说可能就不是 那么严重了 你不说台湾其实 相对来说 是吃不够 我们吃够多的 对 这一点洪世昊教授 讲得非常对呀 那换句话说 这个未来 我们的这个 需要的专业的 这种政见 是越来越多 所谓经济成长 经济开发那些 迷思的数字 反而不重要了 对不对 反而不是核心的重点 我觉得我们需要 更多专业的 这个问证的 这些名义 所以你们的Bus Orange 跟这个Tag Orange 要在这个部分 跟随你们就开一个 开一个专栏 一个原地 就来检讨 这些总统 或是立法委员候选人 我们现在已经在 努力的去 有没有吻合 我们现在已经在 做一些追踪跟研究 那我们也会跟很多 就是是不是也是 新兴这些年轻的 这个候选人 跟他们讨论一下 他们知道 这个部分的政经 有什么好看 我记得你好像说 这个像我们等一下 访问的蒋安安 他在 闭锁公司的 因为他是 他有很深厚的 这个系隔 这个商务法的 这个经验 当然一个立委 恐怕很难 要很多的 其实需要更多 好几个立委 但是这个 林芝成告诉大家 台大资工系毕业 三年以内可以 一毕业就拿十万块台币 其他资工系 应该也差不了多少吧 我想 那个人才的需求 就是越来越高 所以也就是 资讯管理 资讯方面的 普及的知识 其实是将来就业的 一个必要的 一个武器 谢谢 谢谢 再见